資料放進去記得這append 這append非常重要 因為將來你要知道 怎麼樣把資料放到串列裡面去 通常會在回圈裡面一個一個的把它寫進去 串列的話基本上它是一個中瓜糊 所以如果它沒有你就產生一個空的給它 然後把資料放進去 大概是這樣的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我今天底下 還是希望做一些延伸的練習 包含就是說我想知道 在雲端百板上面的第二頁這裡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 你到底輸入幾個學生 共有幾個學生 然後把總分算出來 然後平均也算出來 不過平均的話 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應該怎麼做 假設你沒有取到小數點的話 不要簡單 可是如果你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們足以來看 所以第一個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幾位學生 其實幾位學生很簡單 如果你要幾位學生 剛剛我們有跟各位講到有一個函數 L1N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L1N 然後瓜糊裡面就放這個串列 這樣它就會是幾位幾個 OK 就是L1N然後再把那個串列放進來 就是幾個 那可是問題喔 我需要一個敘述 共有幾個學生有沒有 所以我必須把它串一個敘述在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 我就是 print這個結果 輸出結果部分的話 那我就共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就是共幾位學生 就把它直接呢 把剛剛的L1N串在中間 共幾位學生嘛 然後呢 總分平均怎麼計算 總分的話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 因為總分的話呢 其實說 你就是print的時候 然後只要sum它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跟那個 在excel裡面其實差不了多少 sum什麼呢 把這個scope放進去就可以了 那因為呢 在Python裡面剛好也有一個函數叫sum 就是 就是加總的意思啦 然後所以如果你要 把總分算出來的話 就是直接把sum 直接怎麼樣 總分嘛 總分就是 這個 假設我把sum之後的話呢 把它計算總分 可是平均 特別重要 平均部分的話 因為在 那個 Python裡面 沒有像 在excel裡面 有一個叫 average的函數 所以沒有average的話沒關係嘛 我們可以把總分怎麼樣 除以他總共幾個學生不就好了 一除不就是平均的嗎 OK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在這裡 增加一個什麼 計算總分 平均的部分用除的好了 所以我多兩個變數 一個是叫total total total等於sum的結果 把它放在total裡面 那我average的變數裡面就是放他平均 所以最後的話我就把這個結果 print的出去 print的出去的結果的話 我這邊當然最高分 最高分最低分先不要做好了 其實最高分最低 蠻簡單的 就是用max跟mini就可以了 那最高分幾分的話 如果你不用formate的話 之前可能要這樣寫 之前可能要串接吧 變成要怎樣 加加 這邊的話變成要串接 有沒有 然後把total放進來 total放進來還要轉型 有沒有 總層機串接 然後這邊要加一個3 你還要轉型有沒有 然後total幾分嘛 然後平均幾分的話 那平均的話呢 如果你還要再加一個 取到小數量第二位的話 那我乾脆我建議啦 你乾脆就不要 不要再用串接了 直接用formate就算了 那formate我前面講過了 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個改成 用formate來做 也就是說 總分幾分的地方 你加一個什麼 大瓜 大瓜虎符號 然後平均幾分的話呢 一樣放個大瓜虎符號 就是兩個變數嘛 那這個的話呢 就放total 這個的話呢 就放av區 有沒有 然後點formate 後面就把這兩個參數放進去 那結果就ok了 但是喔 如果你要讓他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在這個大瓜虎裡面 再加一個格式化語言 那格式化語言 記得喔 它有固定的寫法 如果你要取到小數點第二位 中間一定先加一個冒號 後面的話呢 加一個點2f就可以了 點2f的話呢 指的就是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這個有個固定的寫法 冒號 點2f的話呢 是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顧名之下 點1f就取到第一位 ok 那你說老師那相關的參考資料的話呢 我要去哪邊找 其實你可以在雲端白板 我記得好像 我要把它放在第二單元的最下方 好像有個4mate的一個表格 就是如果你要去設定相關的格式化語言的話 其實是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的第二個單元的第18頁 如果你要取到第幾位 這邊就有 點2f 這邊不是有一個 然後 前面要加號的話就加點2f 甚至你還可以在 什麼前面補0啊 或者是去讓他對齊 靠左靠右對齊其實都可以 這個我想 你們再查查 這是比較簡單的一個表格 他其實可以做很多的格式化 這個有點像是在Excel裡面的 那個制定格式 只是說他沒有Excel可以做這麼複雜的事情 在第二單元你們可以在自己找找看 好 那我們大概就是 在這個地方加上點2f 這樣就ok了 好 那來試一下 最後的話把它print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不過print的時候一樣 還要再輸入學生成績 我們隨便輸入幾個 第一個98 第二個96 三個93 第四個99 然後沒有啦 不要那麼多 負1 結束了 我們就輸入四位學生的成績 所以 反正他一個就是append一個 append一個 就是把這幾個人的成績呢 塞到這個中瓜阿虎裡面 所以得到的結果應該是一個 中瓜阿虎裡面有四個成績 然後結束就enter 那底下的話就會秀出什麼 共幾位學生 有沒有 四位學生 應該沒錯 那這個是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 剛剛提到的L1 有沒有 把瓜阿虎裡面放串列 放在這裡面 它就幫你算出 裡面有四個學生喔 為什麼一二三四嘛 然後總分是幾分呢 這個是多的 這個可以刪掉 OK 然後 總成績 就是把它算出來 總成績的話 我是把這個total 外面 就是再加一個上函數啦 那平均的話 因為我有.2f 所以呢 取到 平均的話 是96.50 所以它取到 小數點的第二位 OK 那當然如果你要加那個 最高分最低分的話 我剛剛那個表格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mini跟max 所以呢 其實最後如果你要再加最高 最低分的話 也可以參考這個 有沒有 最高分 然後呢 後面其實可以用max跟mini 把它補到下面去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成績喔 就可以算最高分最低分出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用人工輸入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這邊你要每一個輸入 輸入完之後 最後按-1結束掉 可是一般 現在很多成績 多半都是電腦產生 比如說 就是假設學校好了 現在都用那個電腦閱券 它會得到一個檔案 所以呢如果假設啦 老師他有這個成績資料 可是是一個電子檔 可是這個電子檔的話 當然如果那個老師會寫程式的話 而且會寫python的話 那其實理論上應該是直接把它讀進來就好 比如說他可能有十個學生 十個學生的成績直接讀進來 到這個串列裡面去 然後呢我們其實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做出底下的計算 但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讀取外部的檔案 所以待會的這個輸入方式 我們可能改一下 假如說呢 我希望這個成績不要是人工輸入 而是如果人家已經給你檔案 那這個檔案的話放哪裡 我先把這個 先存檔好了 我把它另存新檔好了 比如說把這個檔案 存在一個找得到的地方 存在哪裡 存在C點底下 C點底下 看python384這裡面好了 這樣比較好找 這個的話也許叫什麼 叫乘七好了 不知道Score也可以 這個中文英文名稱都可以 好 如果我把它存到 我剛剛另存新檔 我是把它存在384裡面好了 在這裡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要建立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 一樣把它建立到 C點底下的python384 然後你按滑鼠右鍵 可以新增一個文字檔 這個文字文件 然後檔名的話 也許叫ENG好了 ENG就英文成績好了 那如果說啦 假設模擬一下 假設交誤處給我們的資料 就類似像這樣 然後它是直接已經在上面 輸入一些成績了 那這個成績的話 成績跟成績中間 它實際上是有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逗點 當成是什麼 成績跟成績中間的分隔符號 那你就 假設啦 你就隨意的輸入幾個 也不一定確定幾個 你大概就輸入個10個左右 如果是像這樣子 我就不要輸入太多 OK 這樣喔 然後輸入完之後把它儲存起來 然後並且把它關閉 好 那也就是說呢 在我們的根目底下 有一個檔案叫ENG 有沒有 點TST就是副檔名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我要把這一個檔案打開來 然後呢 我就直接的 乾脆我就不用像剛剛一樣 人工的方式喔 我直接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呢 如果可以的話喔 就幫我塞在這個串列裡面喔 那如果把它塞進去 不就可以馬上計算出結果啦 欸 可是問題來了 那該怎麼做 因為畢竟呢 這個檔案 它在外部 那我怎麼樣把它讀進來 欸 所以以後一定會遇到很多類似的問題 因為檔案 可能是檔案啦 可能是Excel 可能是網頁 可能是資料庫 各式各樣的型態都有可能 那我們如果要把它讀進來 一定要有個地方放 可是問題來怎麼放 喔 還有呢 它中間是豆點分割 那其實很多資料都豆點分割啦 可能是Excel 一格式 那怎麼做喔 請各位先試著把剛剛的 這個練習先完成 這個是人工的 那等一下的話呢 請你在根木屋底下 幫我建一個 模擬建一個 那因為我是放在 C點底下的3824這裡好了 我剛剛先把我的模組喔 存檔 記得一定要把那個ENG 放在他旁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相對路徑 直接找得到 你不要放別的地方 不然的話 程式比較複雜 OK 試一下 待會我們來最後就是 如果啦 今天的話可以的 就是把這個直接讀進來 然後就不要人工輸入了 OK 千萬記得啦 有些東西如果可以用程式 但是自動化完成是最好的 千萬不要人工的 我發現很多人喔 很喜歡馬力音出來 把他key進去 那很浪費時間啦 可是前提是你會用 把外部的檔案讀取 並且寫入到 篡列這個動作 OK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如何外部讀取檔案 第二個 如何把讀取到的檔案 轉到篡列裡面 底下就簡單了 試一下